帮助农友部分县市台中市长卢秀健指示 要全力的协助凤梨行销 将振购15公顿的凤梨 更透过食物银行来提供给台中市家福中心 来照顾弱势团体 而链恰请各区农会要协助促销15公顿 一共将销售30公顿的凤梨 而市府会表示后续各县市需要帮忙 台中也都会大力支持全力协助行销 也会市民要多多的使用凤梨来提农民 南台湾的凤梨正逢产期 却遇到中国暂停停止进口 台中市长卢秀健指示全力协助凤梨行销 将认购15公顿凤梨透过食物银行 提供给台中市家福中心照顾弱势团体 另外恰请各区工会协助促销15公顿 一共将销售30公顿的凤梨 那么我们现在决定采取两个管道 第一个是市政府决定要认购15公顿的凤梨 我们透过本市的食物银行 要分送给本市的家福中心 照顾以及照顾弱势团体 第二个我们也已经恰请各区的农会 协助促销或者采买另外的15公顿 对总计是30公顿的凤梨 目前市府已经协请各区农会协助促销贩售 预计可销售15公顿凤梨 透过网路商城线上贩售凤梨 配合脸书和其他社群媒体宣传 也邀请产地县市府到台中市办理行销推广活动 农业局将建立凤梨采购平台 用行动支持台湾凤梨 我们的凤梨跟南部不一样 我们主要是内销 因为国内的这个要求品质很高 那我们的凤梨特别的香甜多汁 所以本市的凤梨一方面我们的产期 要到5月到8月 第二个我们是以内销为主 所以短时间之内本市的凤梨 在价量方面暂时没有影响 所以我们呼吁我们本市的市民朋友 都记得好朋友大家多吃凤梨 有助健康 卢市长表示帮助农民不分县市 农产品议题大家一起来关心 后续只要各县市需要帮忙 台中都会大力支持 呼吁民众响应多多选购 给农民实质的帮助和鼓励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到